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共诸多伯佛寻吉罗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梵广众词经》 我自己感觉这次我们学习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收获吧 吧 虽然自己也是应该二十多年前吧 二十四年前已经听过这个法 但是现在很多都忘了通过这次一起来学习 对每一个法义做思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吧 对帮助 还有一定的帮助 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是一样的 以后有些法师不管是在主持寺院也好 或者是开道场也好在其他时候 应该大家要学一下这里的内容 这个很重要 我相信很多人以后有这个机缘 现在可能你在求学时候 十年汉藏 无人间 一旦成名天下之 现在在十年当中 可能没有人知道 但你以后学得很好 不管是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肯定跟自己的周围有很多有缘者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的言行举止 自己认为自己是修行人 或者说自己是很了不起 但实际上不知不觉地 可能造了很多的谤法罪 所以这次我们大家学习 不但是学习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如果记心好一点 记在心里面 如果记心不太好的话 记在树上或者本子上 这样再过多年以后 你要翻出来的话 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对每一堂课 每一次的学习应该很认真地对待 比如说我们对一堂课 如果花了几百块钱 这样的话 也是可能大家很重视 比如说现在汉地很多补课 英文也好 汉语也好 那些补课 有些老师一堂课都是三百块钱 四百块钱左右 这是正常的 他们有些学生 有些比较懂事的学生 他们觉得这个是很 如果他学不好的话 觉得特别可惜吧 比如说三四百块钱 家庭出境也不是很好的 这样的话 他觉得这堂课对他来讲 如果学不好 特别对不起家人 我们也是一样的 可能光是世间英语的一堂课 或者世间数学的一堂课给佛教这样一堂课的价值 我们不能说远远超过它 但是确实是各有各的价值 那这样的话 我们对每一堂课 对每一件事情非常重视 也很忍忍地去听闻 去学习思考 思考以后 将来的生活当中去行持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能 因为这次各方面的原因 这次我们可能范围都很小很小的 这几年以来 可能十多年以来 算是我们这次仲师经的听众 最少的 少得特别可怜 但是也可以的 我是满足的 我是对什么事情都应该能接受的 因为每个人不能一直 对自己的舒适趣 一直不能离开 那这是不现实的 我们毕竟学了那么长时间的无常法 学了那么长时间的世俗法 世俗法都有变化 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 哪怕是人再少也好 再怎么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精神 这样的道理 大家也应该好好地去思考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七种人 实际上佛陀说不会想傲慢 猖狂 没有信心 难以漂浮 还有隐心比较重的人 自以为师的人 这些人不说菩提 其实不说菩提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佛陀 就像世间的护心灭地一样 这些人对我不好 所以不跟你说 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说了 不但对他没有利益 而且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罪业 比如说没有信心的人 你给他讲法 那不但不接受 可能会诽谤佛法 相续不调弱的 特别刚前兰华的众生 如果你给他讲法 他不但不接受 反而可能会诽谤 舍法 有这个可能性 这样的原因 暂时来讲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禅体一样 就是暂时没办法 佛陀也是没办法 他并不是永远没有菩提的种子 不是这样的 但暂时来讲 这种众生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 佛陀那么不慈悲吗 善知识那么不慈悲吗 为什么不摄受这些 为什么不为他们说菩提呢 实际上佛陀应该了知世间 了知分寸 了知这种因缘 所以他以辨知的智慧发现 我们在世间当中 如果发现这样的人 最好不要为他说不然 如果说的话也不起作用 不但不起作用 反而可能毁坏众生的相续 这样的原因 昨天前面也讲了 然后今天的内容 虽然《众世经》是显宗的经典 但是他跟藏文的一本相对照 这样也比较费劲 这次我花一定的时间要对 对来对去的话 有时候也是可能随操的话 你现在也是特别的 应该时间比较远 时间不适合那个的 发护的更不用说 这种情况下可能是 比如说现在一些文言文 古文 这些现在人如果学的话 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可能这样的原因 跟藏文完全要对的话 有些时候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今天也是继续按照 可能汉文的方式来讲 如果有比较特别明显的地方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你们对藏文的这些人 有些地方可能会找到一些出入 但这个我没有时间一一地对照吧 这样按照根据 这个意识是不出名的 所以他叫什么什么 拉多菩提牛执 现在找不到 那我们就继续讲 就是说 接下来讲当时佛告诉徐菩提 徐菩提前面都是一直没有出现 前面出现的弥勒菩萨 比较多一点 在这里徐菩提就出现了 现在佛告诉徐菩提 因为一般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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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 二见人我们昨天前面讲到 要么他坚持承认是有的 要么坚持承认是无的 这样的二见人不应该说 波罗波罗蜜多 意思就是说 没有二见者可以说 波罗波罗蜜多 在藏文当中说 无二行者则有波罗波罗蜜多 没有这种二性 也是二见的意思吧 他拥有波罗波罗蜜多 这样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可能做前天的内容也是这样的 今天的内容也是这样的 我们对法也是不能完全断定 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不对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说法的法师 昨前天也讲了 确实有些可能它的特点比较特殊 但是你自己不是说法师的话 尽量不要去评论 不要去评论 因为有些菩萨 法王如意宝在这个地方也讲了一下 比如说文殊菩萨到皇宫里面度化女人的故事 还有阿底峡尊者当时开出梅之霸的公案 这些都是我们前面基本上都讲过 我在这里也不讲 法王以前也是讲过 这两个公案都讲过 还要讲了一个法王是什么讲的呢 当时有一个藏地 洪生成就的出名的 一个叫斑马登的上师 他在晚年的时候 经常跟一群孩子一起去玩 相当于按照藏地的话 也就像下棋一样 在一个石板上 我们有几个 这个是国王 这个是眷属 你当国王 还是我当眷属 也有这样的 就晚年的时候 他经常跟那些孩子们一起 要么用这种方式 下棋的方式来玩耍 要么跟他们 一般小几个十字比赛 天空当中帅叫什么 藏地有些孩子这样 你们会吧 他以这种方式来玩耍 但有些人不理解 你是这样学密宗的人 大成就者 那么为什么经常跟这些 无知的孩子一起这样玩 法王如意宝他认为 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有些上师是很简单的 显得跟一切玩 跟一切娱乐性的 他的行为有些人认为可能幽默 比较喜欢 但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尊严 不严格要求自己 各说纷纭的 但实际上应该是有一些大成就者也好 有些修行人 他各自有自己的一种方式 让众生欢喜 让众生欢喜以后 再逐渐逐渐地调伏他的相续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评论别人的好啊 坏啊 或者是是 非啊 对啊 错啊 这个是很难断定的 这一点大家也应该知道 所以要说般若波罗蜜多 如果说有法者或者说无法者 这样的二法者 那么不应该说般若波罗蜜多 它不是般若的根机 因为说无的话是一个单控制 这也不是般若的根机 说有的话也是实有承认的 那这也不是般若的根机 所以我们学般若也是 到一定的时候 可以这样讲吧 如梦如幻的现象是有的 实体本体是不存在的 其实这个应该 实相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 孟弗仁波切讲中观见解的时候 在生意当中远离四边巴西 死受当中如梦如幻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所证悟的一个境界吧 如果这样的话 你对万法的本体 你说有的话也不行的 因为本体当中确实也没有的 如果你说没有的话 在我们的迷乱现象当中 死受当中也确实是有的 谁也破不了这种迷乱的现象 所以这样的这种境界 如果你明白的话 别人说有 哦 对对对 死受当中如梦如幻的 有有有有 这样的 别人说没有 一切都空的话 哦 对对对 本性当中一切是空的 然后按照中观自取派的方式 来加一些生意的间别 这种方式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讲什么呢 讲薄弱呢 这样的 那么佛陀就告诉这样的时候 徐菩提摆佛言 未然是尊 如佛所说 是的 是的 是尊 你说的是真的 你说的是对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佛陀也说是 如是徐菩提 已无执着行使使命菩提 佛陀就告诉徐菩提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徐菩提应该知道 无有执着的行使 才是真正的菩提 这叫做菩提 但是这个是 布施的是 在其他的本本当中不明显 比如说 藏文的本本当中说是 徐菩提无细论 世命菩提 但细论也有执着的意思吧 法后的本本当中说是 徐菩提无所住 世命菩提 他这里的这种是 也不一定是布施的意思 如果是布施的意思的话 也可以从布施层面讲 没有执着才是菩提 没有执着的布施 没有执着的持戒也是菩提 没有执着的安忍是菩提 没有执着的等等 六波罗蜜多都是菩提 这样可以的 但藏文和法后的一本 后面是不是很明显的 不明显也可以 凡是都有解释的方法吧 徐菩提也拜佛言 如是世尊是这样的 这个没有执着 才是真正的菩提 因为真正到达菩提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像凡夫那样的执着 没有的 佛陀在后面也会说的 他以无碍的智慧 通到一切万法的时候 不管是众生的相续 还是众生的境界 什么都是无有执着 但无执着的情况下 也会随着众生的意乐不同而传法 这个是后面会讲的 然后佛言徐菩提 不自赞毁他世 世面菩提 他这里 这一段好像藏文和法后都没有 直接进入到下面的那一段 那么佛陀说 虚菩提如果不自赞 又不毁他 那这样的布施也好 这样的执着也好 但这个是菩提的 我们前面也讲过 自赞毁他的话实际上也是自赞毁他的这种人 没有菩提的因缘吧 或者自赞毁他的话 菩萨戒当中也是毒罪 自赞毁他 所以不自赞毁他是很重要的 看起来我们可能每个人 听过这些话都是听过的 但实际上我们观察自己的言语 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时候 好像自己就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我的是对的 我的宗派也是对的 我的观点也是对的 我的想法也是对的 我的做法也是对的 而某个人他的如何如何不好 我们的眼睛经常能看到别人的过失 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这就是凡夫人的一个 应该是痛病吧 很多凡夫人都是 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都懂 什么都是 但实际上都不是这样的 川普他们都叫做动网 我什么都懂 比如说讲建筑的话 我对建筑是我最好的 除了我以外 没有人比我的 然后一讲到军事的时候 在军事方面我是最好的 所以有些人说是动网 但是可能不仅仅是他吧 我们很多人也确实是 包括我也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不管什么 比如说讲任何事情 我自己感兴趣的话 我会讲 这个我好懂一点 但我不能说我完全懂 没有这样的吧 其实我们每个人 如果真正相续观察 可能会都有一种自战毁他吧 但西方的有些思维模式 他自战毁他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词 自战毁他的话 自战是一种自信 毁他是一种批判 批判心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人先有自信 有了自信以后先自战 然后有批判心的思维 说别人的过失 这样才有创意 所以我们一般亚洲人和东方人 上来演讲的时候 我本来不敢说 但是某某人让我非要讲 这样我鼓着勇气 我特别惭愧 我们藏族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包括有些觉摩 他们演讲的时候先这样 本来我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这次主持让我这里说 我讲的肯定是不对的 百分之百不对 但如果不对 你们好好地对我指点 嗯 嗯 我现在好像也不敢说 但嗯嗯嗯嗯 然后他们都会这样的 一般他们害怕的时候就撑出舌头 然后就开始出汗 刚刚演讲的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这边包括很多人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很惭愧 我们有些道友对看魔 看魔 对观家世的时候 无惭无愧的愚笨的徒弟 经常说愚笨弟子 把自己后面 自己对自己特别的没有信心 如果是西方人 他不会这样的 你这么愚笨 那你何必说这些呢 他如果没有自信 那你为什么到讲台上来 风格完全是不同的 可能他们的理念 因为我们中观讲无恶嘛 他们一说无恶 那就不承认的 无恶哪有得行 当然他们也没有学过 可能有些没有学过中观的原因 也这样 所以刚才自战毁坛的话 不自战毁坛是名为菩提 须菩提如是师尊 须菩提也是这样说的 哦 师尊是这样的 然后佛告诉须菩提 你看看愚笨的这些人 起我和我所见 无有惭愧心 为了爱自己的亲朋好友 亲人 贪求名为利养 活命 好受他人的布施 有些里面没有说布施吧 我们也是在其他版本当中没有说 那么当着此人造恶业 意思就是说 看看别人如果有了无恶痣 然后无有惭愧心 还有执着亲人 这样肯定会接受别人的财富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有些是可能比较正面的 比较合理的 你去接受别人的供养也好 接受别人的财富 这个应该是合理的 佛陀在戒律当中也好 这些也是允许的 但有些可能没有惭愧心 我这也很重的 为了自己的养家糊口 亲朋好友 那么这些利益可能在别人面前装模作养 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狭诈的行为也好 敲诈也好 或者说做一些非法的途径来接受供养 这确实也是很可怕的 这个应该是造很大的恶业 在我们的戒律当中 其实有解脱和 具足和解脱的人 才可以接受别人的供养 具足是什么呢 具有清净的戒律 解脱是什么呢 自相续当中获得解脱 不被烦恼 染污这样的人 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我看到德巴堪布有一个自传 他说 他去汉地接受了一些供养 可能是这个原因后来一段时间都是没有一个好梦 因为享受生财的罪业 自己可能增加了负担 这样可能很多法师也好 有些确实在即生当中 有些是有这种能力消化 自己不管是戒律也好 自己证悟也好 在这些方面有能力的 有些可能也不一定有这种赐格 或者是能力吧 就像《《诚意愿经》当中也是说了 就是说 义不经心 贪受行事 不知后世 密戒受养 如果有不清净心来 接受别人的布施 供养 这样的话 那不知道后世有多少个劫当中感受痛苦 遭殃 这也是很难以说的 因为这种因果规律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尤其是我们佛教圣文成的观点 确实因果是非常的细微 哪怕有些地方烦恼的话 可能后世一定要从自己的亲身来承受这种果报 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说 以欢笑的方式来造恶业 最后以爱哭的 哭号的方式来受苦 也有这样说法 所以这是佛陀对徐菩提这样讲 尤其是有了无恶之 确实也是比较可怕的 如果是一个菩萨 对空性方面有所了解的话 那不管是别人对你的供养也好 行财也好 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 本来也是他没有什么执著的 在别人面前可能他显现上是穿衣服 吃饭 走路等等 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们经常讲的 智慧般若波罗蜜多的本体 完全都是通到无碍 这种人显现上可能接受供养也好 做什么事情 但实际上对他不会有障碍的 除此之外 凡夫人 我和我所特别严重的这些人 如果在自己的行为上 取舍因果上面 没有重视的话 那可能是过了这一生以后 离开了这个人生以后 可能后世确实也是 果报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这个可能我们佛教的 因果观方面来讲的 这个是佛教在因果观方面 跟其他宗教是不同的 应该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一方面可能这样对人的行为 约束 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佛教如果在这方面也知道 同时我们包括忏悔的功德 念咒的功德 然后用《传经论》的功德 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功德 如果用这些善法来进行对治的话 其实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不是没有 但是也很快地可以滴消 甚至全部遣除无欲 就是有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这一些可能内容是 下面的这一段稍微有一点 你们大家也注意一下 下面是怎么讲的呢 佛又告诉阿易多拉 现在你看 徐菩提稍微出来一下 他那个言缘可能不是很出名的 不出名的言缘偶尔就出来一下 最主要的言缘 这里的主教是阿易多 让徐菩提一会儿就没有了 下面怎么讲的呢 就是说 菩萨与一切法 与一切菩萨法 陌生恐怖 他这里有很多的 菩萨对一切法 不要说是 怎么说啊 解释的时候 菩萨对一切法 要么说一切都是菩萨法 这样不要生恐怖 菩萨对一切法 说是披制佛法 而不要生恐怖 他是这样来的 意思就是说 有些可能升文传的人 他觉得一切法是升文法 我们大乘菩萨认为 一切法都是为大乘而说的 然后缘觉成的人认为 一切法为缘觉法而说的 这个当中 他这里两边都有 是菩萨不应该对一切法 说是菩萨法而产生恐怖 藏文当中也是这样的 然后菩萨不应该对一切法 不是对菩萨法而产生恐怖 两方面都有 在这里是只有一方面的 前面只有一方面的 后面好像两方面都有 意思就是可能等会儿下面 大家应该知道 同样的 菩萨对一切法要说是披制佛的法 我们说 这些法都是为披制佛而说的 这样如果披制佛而说的话 可能不是披制佛而说的话 产生恐怖 或者说是菩萨这些法 全部都是为披制佛而说的 不是给我们其他 产生恐怖 其实如果是的话 也不用担心 不用恐怖 所以菩萨对一切法是声闻法 产生恐怖 菩萨对一切法是非声闻法 也不用产生恐怖 就是这个 菩萨对一切法是反复法 也不用产生恐怖 菩萨对一切法非反复法 也不用产生恐怖 意思就是说 大家应该知道吧 我们在平时的过程当中 有些说是 佛法是大乘法 佛法是小乘法 佛法是什么乘法 非声闻法也可以 是缘觉法也可以 非缘觉法也可以 是凡夫法也可以 非缘夫法也可以 如果你说 佛法全部都是凡夫所修的法 你说可以 可以 是是是 你说不是凡夫法 全部是圣者法 是是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的内容 别人说是是是 只要点点头 就不用恐怖了 你说不对不对不对 这样的话肯定不行的 你等一等 我要跟你辩论 就不用害怕了 都可以的 有些禅宗的公案当中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是的 是的 对的 对的 OK OK 我们用这种方式 实际上这个也是可以这么说的 与一切烦恼法 也不要 哦 一切都是烦恼法的 那这样增长烦恼怎么办呢 不用害怕 一切都是非烦恼法 也不用害怕的 与一切净法也陌生 它净法是有涅槃法 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吧 与一切法 说是涅槃法也不用产生恐怖 与一切法 非涅槃法也不用产生恐怖 与难精进也陌生恐怖 难是可能不愿意精进地 叫难吧 也不用恐怖 与一切法 说是精进法也不用产生恐怖 然后同样的道理 下面大家应该 上面是 其实藏文当中和法护的也基本上都有双方的 但是我们这个汉文当中 前面的只有一方的 没有 后面有 于是 于非 陌生恐怖 是也可以 非也可以 然后于做 不做 也陌生恐怖 做也可以 不做也可以 对吧 今天我们中观经节很好的 于为 不为 也陌生恐怖 就害怕 不害怕 都可以 于有 于无 也陌生恐怖 于非心 也陌生恐怖 于觉和不觉 也陌生恐怖 于业和非业 因为业它也有道理的 非业也有道理的 心也有道理的 非心也有道理的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通达了 一切都结为可以的 这样的观点 读心还是会 可以我们经常说的是 海纳 白船 完全都是可以容纳一切的 平时我们接受不了 因为我们的心很狭窄 你说是的话 好像非的也包困不进去 如果你说不是 那是怎么办 我们有这样的分别念 狭窄的 所以他这里于觉和不觉 陌生恐怖 于业和非业 来陌生恐怖 于善和不善 善和不善都可以 禅座当中也这样 于安和不安 安忍和不安忍 也陌生恐怖 于解脱业 不解脱 也陌生恐怖 于修和不修 也陌生恐怖 于法和非法 也陌生恐怖 于经和于乱 不经的话 肯定是乱 陌生恐怖 于假一世 也陌生恐怖 假的也可以 长的也可以 我们有些人特别害怕 怎么办呢 来了一个假的人 来了一个假发 来了一个什么什么 那就没有什么 如果头发的话真的也可以 头发是假发也可以 你的面具是真的也可以 假的也可以 因为你如果制止一个 另外这个要去遮破 遮破的时候 你就有想的执著了 于心和不心 没陌生恐怖 于善念不善念 也陌生恐怖 于诸和不诸 也陌生恐怖 如是菩萨与一切法 陌生恐怖 作为菩萨 对一切法陌生恐怖 其实现在很多人 接受不了的话 心里面无法想象 我们对薄弱空性也是一样的 《大智度论》当中讲 薄弱之味道 能懂二种人 无知者恐怖 有知者唤醒 以前我好像很早的时候 用过教证 那么薄弱有两种味道 他能感动两种人 什么样的两种人呢 一个是无知者的话 特别害怕 听到空性也好 听到什么法 特别害怕 有智慧的人听到薄弱 特别欢喜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这些法 两边的法 也就是二缘的法 对立的这些法 这些对立的法 暂时来讲 我们可能在显现当中 一个是对的 一个是不对的 比如说 种族当中 贵族是对的 地间是不对的 像的话 尤其是中男轻女的有些地方 觉得男是对的 女是不对的 也会有这样的 我们原来学的《维母戒经》当中 有这样 有一个天女 她辩才特别特别好 舍利子跟她说 你辩词那么好 那你应该辩词男人就好了 跟天女这样说的嘛 你为什么不转男性呢 这样问的时候 这个天女说 转男的话 可能我已经十二年当中 寻找女像 但是我没有得到 我问你 幻化的女像有没有需要转男像 舍利子说 这个都是没有 幻化的女道不用转男像 这个都是没有的 但是你跟不同啊 你是女的 我是男的 我是应该好的 你是女的 应该转男像才是对 你看你的辩才 你的智慧 各方面很不错的嘛 这样你应该转男像 这个时候天女 她马上用神通 她自己变成舍利子 舍利子马上变成天女了 她就开始问 你什么时候变成男像 这个时候她说 我不知道 我现在怎么也变不了 其实我不是女的 我是男的 她当时还是有执著吧 这个时候她问 你有没有现在转 如果你不能转 所有的女都是没办法转的 因为你现在是女像嘛 你现在不用转 你本身是男像的话 那就所有的女都是不用转 如果你要转 那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一说的话 舍利子最后比较明白 最后佛陀说过 无男像 无女像 然后无债也不住 是吧 这个时候舍利子也是已经通道 后来天女 舍利子也是让她恢复原像 这个时候她就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的 男像 女像都是了不可得的 然后威魔戒居士也是告诉舍利子 说你不要轻视这个天女 这个天女是很了不起的 不是你来顺便轻入的 就这样的 所以从这个上面讲 我们现在有二法的对立 有二法对立的时候 我们觉得空是对的 或者我们的习气当中说 右是对的 但实际上空和不空也好 右和无也好 都是在现象上是有的 但思想当中都是没有的 我们可能有些人认为 哎不对啊 真的是有的 假的是没有的 但是你梦中的两种人 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假的嘛 两种都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在这样的道理去宣讲的时候 确实产生恐怖也好 或者我们认为有一些 真实的法存在也是没有的 所以不要产生恐怖 不用产生恐怖 当然这种不用产生恐怖的话 他并不是说 什么都不知道才是对的 比如说猪啊不猪啊 你看石头也是 其实是没有猪和不猪吧 善念和不善念的话 石头也没有 愚笨的人也没有 那这个是不是最高的境界呢 其实这个不是 我们应该对两边了入智障 没有去执着 这样的境界 才能叫做一种证悟 否则你在任何时候就不知道 西方有一个叫做 无知的幸福 无知的幸福 你根本不知道背后的这种情况 自己自以为幸福 幸以为很快乐的 那这种想法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在这里讲的是 不诸两边的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凡夫人经常评价的 那么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错的 对错的概念很明确的 但是这也是在我们的 迷乱现象当中 也许是可以的 但真正的思想当中 所谓的对和错 也许是帮佛 帮法 帮生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下面说 佛告诉阿易多 我往昔修这样无畏的法 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等 因为前面我们不要产生恐怖 凡夫人一般都产生恐怖 佛陀对无畏的修行 已经圆满正等觉 而且续节了知 一切众生的心境界 佛陀他自己的智慧已经圆满 并且如理如实地 了得一切众生的心境 在这个同时 他无所不知的 同时也不去知想 佛陀知道一切法 但是他没有去执著 所以佛陀以他自己所证悟的境界来 为众生引起使教 宣说法门 通过这样的宣讲 让闻法者这些菩萨 他获得了光明陀罗尼 得了法因 永不退转的境界 佛陀他就讲 我已经有这样的智慧 我没有执著 我为众生宣说佛法 同时很多菩萨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境界 如果对此法不知如实 如果对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二法 就是空 油 这些你没有这样明白的话 那就延无善巧 他就没有善巧法 这样始终得不到正等觉的果位 就是无上菩提的果位 他最后后面的这一段有一点不同吧 他最后的若以此法 不如实之 烟无善巧 这一段法后是为诸法故 无所上下 法后他最后的这一段上面 为了诸法故 无所上下 他最后将佛陀让这些众生 获得了光明陀罗尼亚 或者是引发不退转的话 没有什么上下 境界就这样的 赞文当中说是为绕乱正乳 为见利 为舍弃 无取无舍的意思 他是为利 为死吧 最后让他们获得了这种境界 也为绕乱正乳 正乳就是这样的 然后也没有见利 也没有舍弃 好像后面稍微有一点点 词句上的不同 我们只说现在不同 不敢说正在讲 不然又讲着讲着 变成谤法罪了 现在我说话都是比较婉转的 好像 但是不知道能维持多长时间 我们很多人听一个法的时候 暂时有感觉 大家比如说不诽谤佛法的话 一段时间当中是还可以的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执行的不是很好的 前一段时间你们学净土法门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僧众的财产一定要注意 但现在都不知道还有多少 然后再过两个月 三个月的时候 会不会怎么样 有时候可能我们学法 其实我们学法真的是经常要学 因为凡夫人有很多的毛病 习气 有时候不学的话 好像自己完全融入 世间的用俗分别念当中 只要学习的话 逐渐逐渐对自己还是有帮助的 大家听听课也好 经常去学习 闻思 这是对每个人来讲很重要的 这一段的解释方法稍微有点不同 但也应该可以的 然后下面佛陀 因为这一段讲佛陀实际上是往昔证悟 证悟以后为众生宣说 还有让这些菩萨获得果位 其实佛陀他自己没有执著 没有执照的相 这个是很关键的 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 确实已经了达了空性的意义 虽然在显现上可能他 转法论也好 做事也好 很多事情 但他自己真正的相续当中 没有执照相 这个是最关键的 如果没有真正的执照相 他不会反对的 不会造谤法罪的 佛告诉阿异多米勒菩萨说 我四天下众生说这个法的时候 众生以佛的神通力 各自见到释迦牟尼佛来到他们面前来说法 啊 当时有佛陀在世的时候 或者佛陀在有时候 他们在四大天下 四天下的众生都说法 说法的时候 各自都见到释迦牟尼佛 独自为他说法 然后来自阿加利 阿加利是舍九经天 四九经天一直到这些众生都会说 如来来我这里来说法 每个人 其实只要众生有因缘 有信心的话 佛陀也是现前在他面前说法的 三知识也在他面前显现和说法的 我昨天不是讲 佛陀打个喷嚏的话 三种不同的人都得到利益 但是如果有邪见的人 他可能会产生邪见 佛陀都是像凡夫人一样打喷嚏 好难听 好脏啊 可能会真的这样的 但是我昨天讲的 医生 护士 病人 他们都得到利益的 那同样的道理 法王如意宝讲到这里的时候也讲到 他说 他在一直投败如意宝的时候 哪怕是他说一个开玩笑 或者一个微笑 或者显现一些愤怒想的话 他全部都认为这是 调伏自相续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从来都是没有胜过一刹那的邪见 或者不乐意的行思 这个一直上师当中 真的是很不同吧 我们可能一直善知识也好 或者一直听法师的话 法师正在讲的时候 讲得太啰嗦了 好像这里讲错了 这个法师显得不是很庄严的 如果我在法座上讲的话 肯定很好看的 或者这个法师的口才不是很好的 这个法师为什么天天咳嗽 为什么这个法师天天喝茶 为什么这个法师天天都是什么什么 凡是我们凡夫的眼睛来看的话 肯定是 不要说我们一般的法师 可能真正像文殊菩萨也好 或者特别了不起的这些大德 也可以看出来 但是人与人不同 不通在哪里呢 就是修行上不同 观清净心方面不同 也许是跟前世的因缘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是特别特别佩服的 上师如意宝在市区 依止特怪如意宝 其实时间不是很长的 只有六年的时间 但是对他那种祈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以前德巴堪波 他是二十岁的时候 依止了他的一个叫白玉堪波斑马 他的一生当中 不管是造任何论典的话 他前面都是要顶礼他和法王如意宝的 然后他移植的时候 移植了大概四年 然后得到堪波学位 后来再移植了 大概两三年的时候 当时开始出现战乱 就离开了 但他的整个移植大概七年多 但他整个一生的转变 完全跟其他人不同的 当时我们想肯定 比如说上师如意宝 见到特怪如意宝 但我们后来看起来 特怪如意宝 真的是跟佛菩萨一样的 但我想当时的那些人 也看到的是他穿着一般皮奥的 或者不是那么 法王如意宝以前也说过 我们现在说是莲花生大师的话 好像真的是像神仙一样 特别功德圆满的 但是当时的 法王在尼泊尔的山洞里面也是讲过 当时的尼泊尔人和藏人看的话 其实莲花生大师也是 行为上也是看起来这样那样的 穿的也不是那么整齐的 是这样的一个老人 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可能是当场在灭 盘观在清吧 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他有清净心的话 就像上师如意宝一样的 哪怕是特怪如意宝的一个微笑也好 他的一个简单的表示就认为断除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然后给他制止心心的 最好的一种表示方法 哪怕是显得有点不太欢喜的一些姿势 都变成自己修行当中的 最好的一种方法 其实每个人 一直上师当然很重要的 但一直的这种方式 或者一直时候自己的心态很重要的 真的真的很重要的 我自己的一方面讲非常幸运的 也一直那么好的上师 但另一方面没有像前辈的大德们说一点 虽然我没有产生过 应该说是可以刹那的邪见吧 没有 尤其是对自己的根本上师也好 其他所依止过的这些上师 应该算是有清净心 也没有扰乱过他们的心 只要是上师 只要是传过法 哪怕我有点点不能接受的话 我想是以法为主 不能以自己的分别念为主 我是以法为主就接受的 是这样的 这里讲到其实佛陀也是 为不同的众生面前都现前 然后这些也认为 佛陀亲自给我讲法 同样的 一个四天下 两个四天下 三个四天下 一直到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的世界 也是一样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都心里想 释迦牟尼佛都是 降生在我们的国家 比如说 南赞部族的人认为 释迦牟尼佛 降生在我们的亚洲 或者我们的地球上 最后在我们的世界当中 转了法论 其他世界当中的这些众生 也这样认为的 佛陀告诉阿尤多 就是说 我以如实的方便力 能于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 与佛陀依这样的方便力 在无量无解的世界当中 常常造成的时候 也是边观众生 说话者 为他们说法 同样的 中午的时候 也是边观众生 为他们说法 到了晚上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 边观一切众生 为他们说法 而且以他智慧的发言 来观众生 并且归这个世界的众生说法 不仅仅是观这些众生就可以了 为这些众生 各式各样的方式来 哪怕有些是婆罗门的形象 有些是萨门的形象 有些是国王 有些是比丘 有些是以屠夫 妓女 世间各种各样的身相来 为他们说不同的法 如是无量佛境界 所有众生学菩萨者应如是修 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 佛的境界 佛是在任何世界当中 任何世界里面都有宣说 菩萨也是这样的 所以一切众生应该要学什么呢 菩萨 菩萨是这样的 无处不在 哪里都有 我们不能想说 所谓的菩萨可能是比较出名的 几个高僧大德 国外是那个大德 国内是那个大德 好像三四个人 他们才是任波切 他们才是法王了人家 不是这样的 对所有的众生当中 佛菩萨无处不在 我们众生要学菩萨 应该这样的话 这是我们修行当中最好的 其实讲这个法的时候 我们不能太偏语 这是低贱者 这是凡夫者 这是声闻者 声闻者 这种法是不好的 不殊胜的 我们经常下面也会讲 那个法是殊胜 那个法不殊胜的话 也要帮法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 法王以前也讲过 有时候想起来说了一辈子的法 到最后可能犯了一辈子的罪 还是很可怕的 如果赶紧没有忏悔 确实临时的时候 好像自己到底学的是什么 应该是一方面好好地忏悔 另一方面 以后说话 做事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修行人 毕竟是我们调伏自相续 具有正知正念的人 这个是一段矮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些愚痴的人 对佛所说的法 认为是不正确的 进行诽谤 王子自己用为真实 自己认为自己所说的 完全是正确的 别人说的是不正确的 前面我们大玛比丘说的一样 我说的是对的 其他说的是真的要注意 尤其是有一些法师 好像将来比如说 我们这边传承是对的 他们那边不一定是对的 虽然你没有说是不对 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吧 可能最好是我们学 尼玛巴的 大圆满的最好的 其他的话法不太殊胜 这样也是谤法的 所以我们自己认为 自己是真实的 如果这样 谤法师者不信佛 一次恶业多于地狱当中 受非常多的痛苦 永远不能问佛法 这是特别可怕的现象吧 所以我们《大宝积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诸法本性与佛法等 十股诸法皆是佛法 法的本性和佛法实际上是等同的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所有的法都是佛法 有些人问是不是外道的法也是佛法呢 在某种意义上面是我们可以讲的 这个可以讲的 因为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藏 具有如来藏的对境 那应该可以说是佛法 从这个层面也可以讲 或者说 如果我们很好地去修行 外道有一定的境界 这些境界也是暂时任天的法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承认一切法 一切法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以后我们不管是什么样 对宗派的执着方面一定要注意 以前我写过一个《各教派不相为》 很早很早 可能九十年代的时候 但那个里面也引用了很多的 我们主要以藏地的高僧大德们的一些祖师们 他们都是佛菩萨的化现 然后他们所修行的 不管是大中观也好 大圆满也好 大收音也好 大威德也好 这些法要在究竟意义上运时 都是俗途通贵也好 或者融会贯通 这个意义很重要的 自己这辈子你转生到这个教派当中 你就可以着重地修这个法 这个你可以这辈子是 按照孟宝仁波切的《如意宝宗论》的恩兰师 这些里面讲 我们自己即生当中对这个法派 对这个教派有因缘 你应该可以修这个 但是你不能一次而自斩回胎 不能一次而绑别的宗派 那如果这样 确实是不要说成就 最后可能道争会出现的 我们特别要谨慎 这次我们学习这部法 希望大家也是反观自信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凡夫人有些罪业不知而犯的 就是不知而犯的 因为自己不懂取舍而犯的 有些是明智而犯的 有些以烦恼深重而犯的 这样的现象比较多 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没有闻思 没有把这部经好好地学一遍的话 可能确实法王所说的那样 可能天天都在犯 但是自己还是不知道 这是很可怕的 因为因果不会说你因为不知道 所以让了你 你没事的 不会这样的 这个因果是非常平荡的一个圣法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一方面比较开心吧 大家有些可能接触佛法时间不长 刚开始懂得这些道理的话 以后在说话方面很注意的 然后学习的时候 心态也一定会调整好 这句话大家要记下来 我们每天都是有重点 可能记下来好一点 他这里佛最后告诉阿语多 说你们应该要守持 他这里的守持是护持的意思 护持什么呢 护持如来的密教 密教它不是密法的意思 就是我们正法 教法 你应该要保护如来的教法 也就是说 大乘波罗 波罗蜜多也好 他这里并不是讲我们密宗的这些法 其实他用法上面密教 也是非常甚深密密的教法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你要护持你所学的教法 以善方便 以善巧方便来为人广说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以后也应该发这个愿吧 我也是尽心尽力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的话 要护正法 我不要变成一个破坏正法的人 要护持正法是什么呢 就是 光护持正法就不行的 护持正法我们可能对法本也好 对佛塔也好 对佛像也好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护持正法当中的 如来的教法当中的 但是你光护持都不行 你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 一定要以三巧方便来 光为人宣说 没有三巧方便的话 你可能真的不行 就是不管在那个时代当中 其实障碍是有的 佛陀时代也是有 我们看一些历史的时候 劝职莫方仁波切的时候 说这些众生是刚强烂化 无垢光尊者的时候 也在他的教言里说 我们现在的这些众生是 刚强烂化的 然后在之前的莲花生大师和 孔西蒙一席初戒的那个教言当中 也经常看到 现在我们这些众生是刚强烂化 我们很不容易 我们一看 每一个法师 只不过是出现的 世间的阶段不同而已 都很难的 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未来的 比如说再过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 两百年的时候 那些高僧大德出现的时候 他们也会说 我们这些众生是刚强烂化 会可能说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些共产烂化的众生要调伏的话 需要有一种善巧法 需要有一种方便法 这样把正法弘扬光红流通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里也想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 大家还是应该有信心 自己要有这种毅力 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 可能有时候我们的整个环境 整个各方面的因缘 有时候有点难 但是这个不会长期的 我们的天气十二会冷 十二是热的 我们整个世间当中 不管是过去的历史也好 现在的现状也好 未来的话 整个世间又会十二经 十二诵 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那在这个时候 自己如果学得很好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正法弘扬的机会 时时都会有的 所以那个时候 每个人要心里 我要将来应该是 这么好的如来教法 哪怕是一个人 哪怕是十个人 哪怕是二十个人 我也慢慢慢慢地给他们宣讲 那么剥下这样解脱的种子 逐渐逐渐会次第开花 就开花结果 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大家也是 因为后面这个词我觉得很短的 如当受持如来密教 以三方便光为人说的 一方面这个是很少的 但另一方面 我们以后也应该用这种教法来弘扬正法 《法护》里面也是讲的 当护如来 三权方便 否则随时赐法 他意思也是要护持如来的正法 以三权方便随着因缘弘扬正法 也是这个意思 意思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想最后把这句话大家不管是在笔记本当中也好 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在身上磕蚊子吗 你们身上或者是心脏或者是额头上 把他叫什么 把他磕上 闻身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不能说这样不来的话 有些人就拨持说 你们佛教徒不能闻身 你说我可以闻身呢 那你是所写法者等等 说就说吧 我现在不管是往上也好 在下面说什么就没啥那种感觉 就说就说吧 最后如果你的嘴唇不同 说多少也可以的 不累的话都可以说的 最后这句话非常重要 大家应该好好记住 而且要好好依次来教化众生 弘扬正法 今天讲到这里 我就说吧 太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